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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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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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是華英中學的賴楚賢老師 最後一位是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 梁欣明先生 第二位是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 第三位是白樓之中抽空擔任這個評判重任 而再將會介紹今日比賽規則 各面裏面需要在發言前室的主席點頭示意 計時員將會明鐘即開始計時 辯論員需要在明鐘後方開始發言 雙方主便的發言時間為3分30秒 第一及第二副面發言的時間為2分30秒 而雙方的結辯發言時間亦都是3分30秒 在雙方結辯前有2分鐘的準備時間 各位辯論員在發言前完結的30秒之前 計時員將會明鐘一下 而表示仍有30秒 在發言時間終結的時候 計時員將會按鐘兩下 而表示時間已經夠了 在法定時間終止15秒過後 即是由第16秒開始 計時員將會連續案中三下 該委員將會被扣分 在扣分的制度將會是這樣 終結時時間15秒過後 每過5秒 每位評判將會在該隊員該次發言所得的分數 扣除5分 如此類推 不足5秒亦都當作5秒計算 一位評判最多只能夠扣到0分 比賽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 唯有詞語名、人名和專有名詞才可以使用外語 除了這三種情況之外 如果一經使用外語 評判可以對該辯論員 扣除1至5分 分數會多寡由評判自然決定 同學亦都會見到 已經是發使用大於15.6厘米 乘9.5厘米資料卡 而計時員有責任確保計時和想中的準確 為計時員有所失誤的時候 一經發言應該即時請示評判 評判必須集體決定是否補足時任 或者自行調整分數 如果有任何特殊的情況 評判和賽會有最終的決定權 評判程序為先由正方主辯發言 再由反方主辯發言 如指類推 當將雙方的第二副辯 即是反方第二副辯發言之後 將會進入自由辯論的環節 雙方會有兩分鐘的發言時間 即是雙方和對議事賽規有問題嗎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的比賽正式開始了 我們現在先請的是正方主辯發言 將會有三分三十秒的發言時間 請示範 請示範 主席 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的編題是港府應立法公開偷拍行為 偷拍即是指你已經當事人同意下 以電子器材作觀察或紀錄 一本事及性目的 透過拍攝他人身體達到性滿足 而其餘偷拍行為 大致包括侵犯個人私隱 遲到相機秘密 以及導入影視產品 以照著編題 我們應該集中討論前者 規人行為 即是遇性西關的偷拍 當中原因有二 第一 規人問題日益猖獻 罪案明顯離奇 三者嚴重 警務署的授字顯示 香港每年有超過三分鐘性拖板案 而大致在港列上發生的 就平均每三天有一中 情況令人擔憂 第二 針對私隱 切勿和道決 以前已經有相對完善的法例 而片面和性相關的法例 就諸多漏洞 因此要行為今日變態成立與否 就要審視現時港府有沒有足夠 穩妥 有開的法例 來規公開任行為 從而決定是否需要失禮法例 何況今日堅決的授紙邊理 起基於遇下兩大原因 第一 現時法例不合時言 並無直接規補性偷拍罪行的條例 以往如果想將偷拍者定罪 一般可以用入檔 有違功德 公眾地方擾亂秩序 以及不成實取用電腦罪來報告而返 但這四條條例 由幾十年前鎖定 九九年之後亦都再無修定 當時攝錄技術有限 偷拍的案例亦都不多 並沒有一條針對偷拍而設立的法例 但今時今日 攝錄經小過手指 連手錶都可以拍照的年代 偷拍行為日益嚴重 再用舊有的法例來規管的話 就難以釐清刑責 明明是偷拍 但又說他有多 有違功德 連港大法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 都形容是硬來追坑和刑責不對的 很可能會出現輕判 錯判甚至放生的情況 加上今年四月協和小學士提外遷入辦口 法庭宣布日後的偷拍案 不可以再用不誠實取用電腦罪來入聚 不法之徒生的機會又大了 再不盡早立法 就變相了是助長跨入行為 第二 現有的法例 無法涉及所有偷拍行為 存入灰色地帶 目前的法例只是規管公眾地方 如果在媒所 宿舍 家等私人地方偷拍 在法律上不算犯法 連帶不誠實取用電腦罪都失效為 近年有多宗偷拍案 都不了了之 不過大蛇灣游體上用標偷拍女性 屯門醫院病房內偷拍病人恐怖 留豪房廁所內偷拍男子餘遲 等等 全部都不備起訴 偷拍狂逃逃之夭夭 社會上人生和和 又怎可以不立心法推管呢 荒野全球 現在台灣 澳洲 英格蘭等地 都已經有針對歸人的法例 香港都應該當機立斷 及早受報法律漏洞 就此 我方贊成法改會近日提出的方案 參考英格蘭基星 最向法令人立例 不論任何地點所陷入目的的 偷拍即屬文法 有方同學 目前偷拍案中 最年輕的受害者只有百歲 下一個受害的隨時就是你和我 立法規管可以說是刻不容緩 如果有方不同意立法 請你們提出一個有效打擊偷拍侯物的方案 否則今天片題絕對成了 謝謝各位 好 麻煩請方主編 請方主編所用時間為 三分二十五秒 沒有消遲 無需扣分 接著來我們有請反方主編發言 你有三分三十秒的時間 謝謝大家 視低視明 主席 評判 再續各位 你們好 聽完有方同學的發言 我差異為我方搞錯變體 今天有方論正在的是 港府應立法規管偷拍群體行為 而沒有談論到其他偷拍行為有甚麼問題和共通的特點 俄方絕對贊和影響人群體下一個不好的行為 但很簡單 看入群體是否一樣有問題 規人罪的報告書也提到 重點是侵犯另一個人的性自主權 問題並不是出於偷拍這個手段 於是俄方見到無論英格林法例 或其他國家的法例之中 所謂的規人罪都是與性罪行有關 我們可以重定這上面去了解這條片 首先 偷拍的定義 犯指 微經他人同意 而去拍攝 聽到很貶義 但不代表一定有問題 我們不如想一下 為何用偷拍這個手段 偷拍行為大致分為幾種 第一種 是所謂的舉證 運出真相 例如是新聞媒體和事件的偵探 偷秘密拍攝 去運出犯罪的證據 第二種 監控和紀錄實際情況 第二是社會失業 紀錄片 甚至是平時的天眼 第三組 是不小心將其他人試入鏡頭 例如高光地和實鏡拍攝 拍到露營 或是平時拍照片的附近露營 這些通通都是未經他人無意的偷拍 但都是有原因的 而今天由方所討論的偷拍 是想滿足自己不得的慾望 例如是偷窺等等 但無論是否偷拍 本身詭異的已經不被接受 所以 今天要討論的是 偷拍這個手段 本質上面是否有問題 屬而需要去規管 另外 立法監管通常都會提供一個 或一個標準去規管偷拍的行為 而這個標準是適用於絕大部分的偷拍行為 而且形式化 今天編題是討論的重點 理應是 一旦牽涉到偷拍行為 就是否需要統一形式化 而某次由方和我所說那麼狹窄 所以又方必相害偷拍力證 第一 絕大部分的偷拍行為 在本質上面已出現了問題 而需要去規管 第二 立法怎麽有限規管各類的偷拍行為 而我方法例別提有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 立法欠缺彈性 乃以擁滑一的標準去判斷 其實有方最大的標準就是 侵犯了其他人的私隱 但在合理和有原因的情況下 侵犯了大大的私隱 有方認為侵犯了多少私隱才有問題呢 但只要侵犯了就是有罪 因為市民想用偷拍的方法 問出工人有沒有若疑 一樣都是干負當事人的私隱 那這些偷拍行為 在有分合眼中又有沒有問題呢 2006年10月的立法規定 偷拍行為的立法會辯論之中 就指出難以界定偷拍行為的準則 例如甚麼是合理私隱期望 而是用滑一的標準 變相阻止出發點好的偷拍行為 這些是否有分合想見到的局面呢 第二 立法全盤否決偷拍行為 阻礙到公眾利益 偷拍亦都叫做秘密的監測 香港人權監測總幹事羅玉體先生指出 如果將偷拍行為嚴厲的監管 會有打壓言論自由 從而避開新聞自由和公眾利益 其實現時的法例已 明明了各種方法去處理規人的物品 亦都有私隱公署去保障個人的私隱 但並不是針對偷拍本身 所以我方基於偷拍的性質 立法規管劃一的標準 和會阻礙出發點好的偷拍 我方法對今天的編題 最後想問由方同學 市民如果發現黑心商家 不准偷拍 應該用甚麼方法去留下證據 帶直接問人去應聚 多謝各位 好 麻煩了反方的主編 反方的主編學所用時間為3分28秒 撥有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接著下來 我們將會有請正方第一副面發言 你會有2分30秒的時間 有3分30秒的時間 因此是怎麼還要再做 謝謝 我們不應該想去做 吧 希望大家是有4分30秒的時間 那1分30秒 就是1分30秒的時間 而我們參加英國的組繁 法例亦會保障 如果有關公開報告 或涉及公眾利益 其實是可以再擴免理由的 主席屏風在在 各位大家好 今天介入封航一個成語 居心夥測 以全新片屋 胡莫不透 舉一個禮句給大家聽 即連香港偷髮案未真 不犯之途 居心夥測 而我方今天為何只是討論區人呢 我方承認偷髮不一定等於區人 但現在我們見到的是 區人的情況很嚴重 一年有三百多宗 第二 借我現在社會 電話討論的區人 而法國會做了七年的公開諮詢 都是做的區人 第三是程度的問題 有方同學剛剛說去影 一些黑心相加 這些根本不是犯法 跟區人比較 其實區人的情況嚴重很多 而受害者亦會百分之八 身心病受傷 有方同學今天連嚴重的例子都未搞定 先和我們討論一些冰箱的例子 大律師陸桂雄子春 現時沒有針對偷髮的進行 要用其他罪名的控制 偏常與困擺 例如疑犯在巴基途中偷髮 而不是四處復活 就很難過他遊蕩 例如疑犯未成功演過偷髮牽絕 就不可以過他有為功德 而疑犯不是很吵 而是靜靜地演過 就很難過他公眾地方行為不見罪 就例如三十四政府恐行政主任 他2016年在粉明山強偷髮為事件的 銀仔春光被告 但只是判了僅22個月 所以是正如這三條法例 不單只研究針對性之外 他的判決根本就不一 而三十八歲裝修工人類為民 他只是在留室天花板 甚至裝上一個攝錄機去偷髮 但他選擇了天花板 雖然只是控制延事委會 但卻沒有對他的偷髮行為 就針對他的偷髮行為 進行任何情況 有望和學 如果你們還不贊成今天的電台 請舉一個更有效的反方 是可以取代立法的 多謝大家 好,謝謝政方的第一副片 政方第一副片 所用時間為2分18秒 還有超時無需求分 現在有請反方第一副片 發言要的2分30秒時間 請示範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有方已經用了很多時間去解釋 偷髮裙底是否有問題 我方主便已經回應得很清楚 問題是否說 偷髮走光是否可以 而是偷髮本身是否可以 正等於三級電影規管18歲以下 不可以看 等不等於規管大家看電影這個行為呢 所以我方未見到 今天你已經淫捨的東西 是採用性罪行相關的條例 但不是規管偷髮本身 所以我們便提去問三條問題 第一,什麼才叫偷髮? 其實有方最大的鬧場 是因為覺得 偷髮是當事人不知情 所以一定是壞事 但偷髮同時挺一樣 民事案件中 偷髮都可以成為呈堂證供 例如是僱主會請私家偵探 監控僱員有沒有誇張傷勢 撫養權爭奪案 會有偷錄一方 和小朋友相處的情況 這些例子同樣都是未經當事人同意 但不偷髮又如何找出真相呢? 所以偷髮絕對不是只局限於 郵方所說的那種 第二條問是 立法怎樣有效規管偷髮行為 偷髮底下有一個標準 去判斷偷髮行為是否違法 但偷髮提出的多種偷髮 通通說明一個標準 難以規管全部的偷髮行為 郵方其實知道 偷髮這個手段本身是有作用 於是提出豁免 但界線十分模糊 今天有些什麼是不涉及公眾利益的呢? 今天做社會實驗 或者是查自己身邊的東西 又不算公眾利益 換言之 有方的標準這麼廣闊 並不是規管偷髮行為自己的本身 第三樣 立法後會出現什麼問題? 今天的標準模糊 我方擔心 無清晰去介入各類型的偷髮行為 出發點好的偷髮都會有機會被規範 余若薇議員指出 假如將偷髮這個手段刑事化 很大程度上已經阻止了記者去拍攝 因為採訪工作未開之前已經被制止 變相破壞了大眾知情的權利 聽到有讀者報料 都不知道查還是不查好 一旦沒有應該有用的東西 可能會被人給我偷髮 難怪 有機會出現這麼多問題 所以想問有方同學 如果今天偷髮的本質上有問題 法庭是否應該禁止偷髮回來的東西作為證據呢? 多謝各位 好,謝謝反方第一副辯 你所用的時間為2分11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我們有請正方第二副辯 你有2分30秒 請留學 我們要拍照 主席 評判 大家好 今日教大家一個鄭語 人心惶惶 其意思是人容人的心內驚恐不安 例句 就是 近年香港偷拍案倍增,全城市民人心和我 其实我方认为要登立法律是因为法律本身有它自己的作用 第一,它是一种行为的约束 第二,它是具有强制和教育的作用 第三,它是可以做一个社会的规范 维护社会的公众利益 规范社会的公众事务 其实我方已经说过很多次 如果记者是偷拍一些案件的罪证 其实它可以作出豁言 我们是参考英国的例子 法律如果是保障有关公共报道 涉及公众利益的 就可以作出抗辩理由 其实有方同学 偷拍是有几百万个不同的种类和情况 我们是否有必要逐个逐个和有方同学讨论呢 还是我们应该按当时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情况 我针对性地讨论呢 其实我方今天这么注重 我们还说规范人的原因 首先因为它是非常之严重 是每一年有三百多宗 也都真是几乎每天就会有一宗 第二,其实规范一种偷拍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业化 第三,法改会由2012年到现在做出的公众资讯 都是讨论关于规人的东西 第四,其实有方同学说的那种偷影罪证和规人 其实本身偷影罪证其实是没有犯法的 为什么有方同学是要跟我们说一些没有犯法的东西 而不说一些本身应该是犯法 但是我们有无罪可告的规人呢 其实偷拍的行为真是非常之可耻 但是目前我们只能用游荡罪 公众地方外扰乱秩序行为 还有有违公德罪去告这个偷拍者 但是这三条法律没有针对性之外 还是不合时宜的 因为它是1997至1999年修例的 用了整二十年 而在这二十年内由只得相机才可以拍到照 变成手表都可以拍照 由此可见 我们应该要保障受害者 保障大众市民 立法事在必行 多谢各位 好 谢谢政方第二副面 你所谓的时间为2分38秒 没有超时容需求分 现在我们有请是反方第二副面 你有2分30秒的时间 士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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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和我已没有答到我方 偷拍是否本身就是错 就等于今天你进戏院偷拍整套戏 有问题的是侵拳 你要偷应别人群底 有问题的是因为人事 但记者采用偷拍这个手段 是因为只要用隐藏镜头的方式 才可以拍出真相 社会实验才可以反映当事人的真实决定 更何况 偷拍更加牵涉我们每个人的行为 一旦我们在家上拍到其他人 都会被人高 正如有方跟我所说 没有人喜欢突然被人拍到 那是否全世界的人 只要未拍他人同意 拍到人都是犯犯呢 而今天有方跟我犯了三大错误 第一 偷拍就等于一定不好 有方跟我提出 女星走光 偷拍裙底等等的例子 都有一个共通点 他拍的东西 无论是否偷拍 都是不道德的 我方提出 无论用了举证 监控 新闻採访等等的偷拍例子 反映用秘密拍摄手段的重要性 本身的拍摄内容 并不是不道德的 所以有方同学 究竟觉得偷拍本质已经不好 还是不用这个手段 都可以找出真相 第二 双重标准 混流线线 今天有方同学提出 用英国的例子 但是英国的法例叫什么名字 性罪行法令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 是不是想用立法系性罪行 来界定这条变体呢 有方同学 为什么可以用性方面 来以偏概存这条变体呢 而有方同学的立场 就是觉得 本身偷拍的出发点 就是错 另一方面就说得很好听 这样 豁免这样 有方同学 对偷拍的立场 模糊不清 再者 有方同学的实质实行 到底是怎样 会不会有机会阻害到 新闻自由 或者约上的偷拍行为 第三 掩耳到零 制造更多问题 有方同学想做到的理智 究竟是什么 如果想全面减少偷拍行为 就有机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英国一样是为了保护私隐 订立的免受骚扰法令 令到有摄影记者拍摄示威到被禁制 当英国正在反思这类型的条例 对社会人质和新闻自由造成的侵扰 香港如果在定罪界先模糊的情况下 规管便想压杀了采访和报道的空间 记协主席胡礼说得提到 偷拍作为采访的重要手段 应该由业界自行决定和限制 所以立法去共偷拍 反而会造成这么大问题 便是理应不成立 多谢各位 时间自行分配分开数次发言 但必须注意每次发言只会派一位同学发言 各位同学 你们留意 这个自由辩论环节 是双方各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的 适合正方发言再到反方 如此类推 发言时间必须站立 时间计算将会以落座作准 自由辩论环节当中 计算将会在该参座校 发言时限完结前的30秒 我中一下 并在发言时间余结时候 我中两下 这个是环节不切缓松时间 当发言时间用尽之后 主席将会中断期发言 当某方发言时间用尽 主席将会宣布另一方剩余的时间 各方可以派出一位或多位便 原论发言直至时间用尽为止 自由辩论环节结束之后 将会有两分钟的时间作结 便准备预备时间结束后 之后反方作结 最后由正方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对自由辩论环节 好 同学可以试咪先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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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的时间进行 声咪 正方同学 我想想法律有什么作用 法律是保护所有人 今天也跟你讲了 如果你如果想立法序 可以拒换性最后不需要偷拍行为 想问你 法律程度正确也要用偷拍 是不是要全部管制 其實我們今天不是一定要管制全部的偷拍行為 我們今天是集中討論區人 因為區人這個情況很嚴重 請問有方同學你同時的區人 是這麼多種偷拍裡面最值得討論那一項 而有方同學在我方議會的時候已經說了 你不可以用性方面來做影片告示 請有方同學答了我 應不應該全部禁止所有的偷拍行為 有方同學 例如我拍別人在街上打架 其實這樣不算是 我認為這樣的偷拍不需要得到停止 有方同學你不如給我一個標準 我甚麼應該豁免 甚麼不應該豁免 其實我們有性目的就是 就應該要有罪 有方同學有性目的就是規管性罪行 為甚麼你還要規管偷拍門 我再問你 今天谷歌地圖是全世界用全衛星來拍我們 我一樣不開心 你會侵犯到我的私隱 那應不應該這樣 有方同學其實這個 谷歌地圖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著想 是讓我們可以認同而言論他 真的想侵犯我們的私隱 他的出負點是好的 有方同學請你先回答我們 你們認不認為區人是更多偷拍裡面 沒有全社會應該最積極討論的一方 是最積極討論的 所以有方同學你便會管制性罪行 有方同學你說這件負面 那件負面 你到現在都沒有給我一個壞益的標準 有方同學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壞益的標準 其實我們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一些例子 有方同學我想問你 如果你是偷拍了人 但是有人告你 是游動了你覺得合不合理呢 有方同學你剛才說參考其他國家的例子 但其他國家都是留性罪行 所以有方同學你便同意了這條編題 應該不行了 你為何可以管制性罪行呢 有方同學但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區人 是不能用一條性騷擾的法例去告他 因為性騷擾他是要由一個當事人 再出題告 而如果由第三者再出題告 根本就告不入罪 有方同學如果你被人偷拍你會不會開心 那是不會開心 所以但是有方同學你說 今天留在性罪行我 好啊你便留 但是今天你不應該規管偷拍行為 今天規管偷拍行為 大多數都是為了公眾來的 你回答我先 究竟應不應該全部禁止 有方同學其實我們今天講的偷拍 是一個偷拍了的行為 而不是一個偷拍本質上的問題 有方同學如果你被人偷拍了 你覺得不開心 那你會不會想受到法例的保障 今天究竟是有方同學你說 偷拍了我們會不會開心 是呀所以我不開心 我知有方同學你的標準 是不是全部每個人都去告上法庭 美國官判 有方同學你冷靜一點 今天我們講虧人 是針對在未經同意下為了性目的 而對另一個人進行觀察 或者視像紀錄的行為 有方同學你先回答我 我都說了不可以用性目的來以偏概存 你回答我先回答我 究竟你的標準是什麼 有方同學其實我們回答你很多次 我們現在本來就是 我們現在為何要講虧人 就是因為它很嚴重 而且在社會討論這件事 有方同學認不認為 我們今天應該積極討論虧人合作 所以我方同學跟你說 你不是立法在性最後 不應該規管偷拍行為 有方同學你現在沒有壞一個標準 但現在是規管 所以都立了標準 所以有方同學你是不是同意 是反對了現在的變態 所以這個變態絕對不應該成立 但有方同學規人並不等於性罪行 有方同學 正方時間用盡 反方時間剩餘13秒 你可以反應 有方同學你都說了 性目的為何不等於性罪行 有方同學由一二副主編 都一直在說性目的 我為何給了你 說你去立法管制性罪行 為何有方同學要以邊貴傳 來概括這條變態呢 有方同學今天 並不足以立正變態 好 時間結束了 好 麻煩你雙方同學 都是非常真面目的 但我們現在將會有兩分鐘時間 作出結片的預備時間 請問她吃 請問她吃 先講解 在乌方 用清水 把想法 成端 玉米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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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不會喜歡 今天講偷拍 大家自自然會想到侵犯私隱 有反感的感覺 但我沒想起 自己有沒有曾經偷影過人家 又有多少擔心 是用偷拍來揭發的呢 來到特別的位置 總結一下雙方三大分歧 第一 立法規管的定義 究竟是規管大部分偷拍行為 還是規管本來不道德的東西 有人用偷拍做不道德的行為 有人用偷拍做一種手段 用一刀切的手法 是否真的合理 有方在規管無論什麼角度 都不被允許的拍攝內容 根本是放張鏡頭 看公人姐姐本身當然不對 但聽張鏡頭 看公人姐姐有沒有虐打自己的子女 同一個情況 都會影響到偷拍行為本身的性質 這些是否通通都要規管了呢 都可以殺人 是否連刀都不可以用 我們拍機是過度 或者無故侵犯私隱 於是有私隱條例去保障個人資料 怕被人偷虧 我們有油當罪 有違公德等的罪名去限制 但這些不代表論正在偷拍 就一定是不對 也不是規管著偷拍行為的本身 今天變態是想我們討論 偷拍有沒有可取之處 於是撇除了不道德的拍攝內容 第二點是規管偷拍有沒有一個 或一的標準 有方今天舉情不定 今天有方向舉出英國的法例作為標準 一條法例或一去判斷 每個偷拍的行為 如果標準大到是侵犯私隱 其實所有偷拍都是侵犯私隱 如果這個標準是公眾利益 那文字案件中的自我偵測 社會實現通通都不行 再者是有方設定得這麼廣闊 有否對偷拍的立場是甚麼 正正因為偷拍的行為 難以用幾個標準就可以判斷到 先不可以用一刀刺 第三 規管是不是毫無壞主 其實講到尾 有方覺得偷拍的出發點不好 所以全部都不准做 這一項立法 涉及新聞自由 或者限制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都要再三考慮 立法區會不會令情侯變得更加差 我們想像一下 今天一個月涉及重大公眾利益 誰可以拍 或者侵犯他人私隱就要告 作為記者 不想他白可以用甚麼找到真相 當直接問就可以找到證據 作為公民見到意外發生 慈善機構想做社會實驗 痛痛因為偷拍要規管 所以不可以做 甚至我的生活不小心 影響到人 都要擔心會不會比人高 為了盜絕社會的偷拍現象 而規管採訪或者是隱藏拍攝 一些公眾議題亦都受到影響 最終令社會大眾的利益蒙受損失 反而應該是要保障新聞自由 而不是握緊公眾利益和採訪的空間 所以凡請教科同學 利用最後的時間 解釋偷拍為何本質上就有問題 而這個問題是否 可以在不同類型上的偷拍用到 而立法的標準 如何才能規管到他白行為 和事由不會使用到公眾利益呢 謝謝各位 好 麻煩你反方見面同學 你所有的時間為3分25秒 沒有超時同需扣分 好 接著我們有請正方見面 有3分30秒的時間 好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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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 中大法律學院學生黃玉喬 在網上開始 揭發有大批謀民 即時通信群組內揮握群體照 若果入口追查之日亦發現 現時有大禮青萊佳白宮 法律局的高所群組 每個群組的高達幾千個保元 人體在上郊姊姊姊 女次使用的筆也照片 甚至分享偷髮的技巧和心得 偷髮的這種不良風氣 應該現在更可怕的 大家不如再看看幾個例子 熱實高信務 應青年及內藥的門榴洗澡 她的頭髮很高 38歲裝修工人 她女校武器 續室裝飾食股肌 遮入海局的刑事毀壞 還有大學職員會入宿世偷髮學生 的士機偷髮療食 黑衛母機等等 通通都不備理授 主席評估助作各位 雖然在同意偷髮行為很可恥 妥惡、妥狠 發表面在現在的法律之下 偷影人從底原來沒有後果 沒有懲罰 我們根本不可以將害人承之於法律 有方今天多番強調 於是法律上的 她偷影人越大了 由當依偷公德 通通地方妖領的罪三條罪 只是強硬來 難過得入資源 影響到追討的嚴重 成為逆門對應 現在連內當然也叫做 待著先 正常來講偷髮婆的 不誠實 授用電腦掌握 都會後患 簡直總是打開了 隱悟的大門 任由偷髮婆圖為 收入環 立法規管 竟然刻不容緩 事在必行 而中國循序人比賽 又回復犯了幾大錯誤 第一 永忽事 如今偷髮行為的嚴重性 我們今一年差不多有三百宗 港鐵每三月只有一宗 為何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應該要集中討論規定 有方都認同的規管 但為何我們同樣是立法規 立法規定性行為有得 但立法規管針對規定的一個偷髮又不得呢 請永忽不要為爭而爭 第二 有方取偷髮的罪廣義來討論 或爭視聽 我們不可以將世界上所有的偷髮行為 逐一討論 事實上 雖然連戲社會關注的 全都有一方聖目的偷髮 本英雲伯特就無罪可供 所以才有否論的價值 而且 法復入2012年公開資深至今 所有立法考慮都聚焦於規人罪 如我可以參考一些壓難2003年 及2009年的聖帳和法令 這裏會回答聖目的偷髮 並來委屈所有的拍攝行為 記錄錄音情況或社會事件 這些都不是規人罪的範圍之內 有何後不能夠借些點推翻原題 第三 封用公眾利益四字企圖 五道 剛才有方說 剛才我們說過 最歸根的是影人群底 影人衝來舉足大有性無的的偷髮 如果拍攝是為了公眾利益的放肅之上 根本不是影人群底 影人之處合情合理合理的情況下 當然改拍攝 所以我剛今天不斷重新 偷髮本質 偷髮的本質 是否已經同意出了我方的立場 只不過討論立法的細節 總括而言 比這問題那麼嚴重 法律上有諸多流暖的情況 立法是最佳的犯法 因為剛才我方都說過 那三年罪根本已經是很久之前立法 而是不夠針對性 而且我們是很難才告得入的 因此如果是 因此今天的面題是絕對成立的 多謝各位 政方劫演所用的時間為3分08秒 換了超市 零需求分 那請各位稍等 我們評判將會計議的計分 然後將會計評語 贏再掌聲 好嗎 掌聲吧 我其實最喜歡看到剛才那一幕 比賽完了 那大家都是朋友來的 好了 現在呢 相會邀請評判呢 先會給予評語的 現在我們首先邀請的會是 林一鳴先生 各位唐導師大家好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呢 我大概的感覺就是 雙方的方向都是正確的 但是執行上面 和怎樣去繼續去推動下去呢 其實我覺得相當有做得更加好的地方 尤其是正確 其實今天我想這條問題 大家道德上面都沒有說 可以質疑的地方 我想正確實生了很多事 不斷去說 其實偷白是道德上是不對的 我們是怎麼會這樣做的 我想這件事大家都不認同的 第二就是那個漏洞是存在的 那麼多年以來那個法律都有賴洞在這裏 我相信反方其實今天也沒有很好的回應 這件事 我覺得正確這件事 即觸到這個位置是對的 至於反方也是 其實整場說了很多 其實偷拍就不單是看人的 有很多的偷拍也是 亦都在這個方向 我覺得都是應該這樣去的 因為我們都是反對不到那個道德上的問題 但是到最後 是不是就只是這件事可以講到全場呢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我可以再考慮 那正確我覺得就是 你覺得很多那個道德上的問題 規入上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漏洞也是有的 但是之後當反方和你去跟他說 其實那種規入的那些議員也有些無謂的 你們會不會有這個原因呢 就是說如果現在有一個問題 但是是不是立到一條很適合的法例呢 我正確可以再想一想 其實在你心目中裏面 你那條法例是怎樣去立的呢 是規管些什麼 是怎樣規管的呢 如果反方說有些定義是無謂的話 你怎樣釐清這些無謂呢 那我覺得正確這件事其實有點可惜 就是如果頭兩位同學都未講清楚 後兩位同學仍然都在講道德上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件事可以再重複一點 那反方同學怎會是 其實他今天講很多的一些 你覺得阿新文子柔那些偵探的偷提 也是算是偷拍的一種 我覺得開頭和我一講這個是OK 但是當你再深入它的時候 其實你的重點是否應該還要留在這裏呢 其實你的重點就應該去打去 那個定義是什麼呢 究竟什麼叫規任呢 究竟什麼叫性行為呢 其實性目的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都真是無謂的定義 但你還是停留在那個 其實我們有性罪行的研究 有各樣東西去 就是你打到那個偷拍的那個定義問題 但反而我覺得你可以得 更加多的實質的例子去問他 其實什麼叫做性目的呢 什麼叫規任呢 就是如果我當一個女孩是規任的話 我飲一個男孩是不是規任呢 飲一個男孩 飲一個靚仔是不是有性命的呢 其實這些通通都是很容易可以定義的 但反方就沒有去觸紧這些實質的例子 去質問正方的情況 還有其實你們在眼中 其實你一句就帶我去說 其實性罪行的法例就可以做到你的目的了 但怎樣做到呢 怎樣去填補他們所謂的漏洞呢 其實你們這方面也都沒有在意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方面 也都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 正方同學也是 如果你聽到反方同學 從來都沒有回應過這些漏洞 你說過那個漏洞 那些年過時的法例 其實對方從來都是一邊邊大過的 其實你只要告訴別人 反方同學是從來沒有回應過的 反方同學從來都沒有回應過的 反方同學從來都沒有回應過這個漏洞 那如果你沒有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要自己想 但如果你提到我們的同學 可以去做這件事 那這件事我都可以去做 那其他議案 那兩位同學都可以繼續做 好,時間到了 林先生 然後有請賴楚年老師 楊平議員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也就這一場比賽給了一些我的看法 我嘗試去這樣分析這一場比賽 那正方一開始 我挺欣賞他的背景的秘密術 就是他可以將偷拍怎樣合理化到 只是討論偷拍和性罪行有關 或者性目的有關的一些偷拍行為 那他都用了很多的一些背景資料 現況討論的一些實況 那他不只是憑空說這個最嚴重的 有很多數據的支撐 那又說社會上一些法國會的討論 都是集中這一方面 那所以變題就合理地應該和集中討論這方面 那這個我是接受的 也是一個好的鋪層來的 那這個開頭我也是認同的 那而反方的回應就是說 變題所講的偷拍應該是包括了 非以性目的作為一個 就是偷拍行為的其他行為 那本身就是偷拍 當然包括反方所說的 那但是有時候如果正方說明 他們的立場不是說其他 真的只是集中說性目的的偷拍的話 那你就很難由主變去到甚至乎結變 你都還在質疑著 那好像新聞自由那一種偷拍又怎樣呢? 如果是為了守正的目的 然後做偷拍又怎樣呢? 因為別人已經多方否認說 這個不是他們的立場 那你不可以說 別人一定要討論這些才行 那我就會覺得 這個位上面 剛才評判這樣說 如果你要攻擊那個模糊的位 應該是 什麼叫做偷拍那樣東西是模糊的 而是什麼叫做偷拍作為性目的 這一樣東西都有模糊的地方 那譬如我沙灘拍照 那也有女性穿泳衣 那男性可能是赤我上身 那我怎知道那個游客也好 那個游泳的泳客也好 那我不會知道 那他在沙灘拍照是否以性目的作為一個出發點 那是否可以說這些模糊 而令到非常曉民 會好過更質疑他什麼叫做偷拍的行為呢? 還有在例子上面也要留意一點點 因為我自己以前都是讀新聞系的 在大學的時候 那也有討論過一些叫做偷拍不偷拍的例子 那譬如說一個新聞工作者 那他有很多時候都在街上 街上或公眾場合拍照的嘛 那他報道新聞的 那到底怎麼為之偷拍呢? 那我才討論過一個case 那他說拍了一張相 然後有些媒體就對相片裏面的 某些個別人士的服飾 作一個平頭忍觸 那後來被人告 那是不得入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那是因為他拍了一張相 他是有目的地想突顯裏面的某個人 然後作出評論 那這個行為是不能公視人的 那就會違法 那就會被人告 那但是如果好像反方你今天提到的例子 如果真的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他是採訪新聞遊行示威的 那我就會懷疑 在這個情況下 入了鏡的人 可不可以被視為偷拍呢? 就是這個對我的理解 未必是這麼符合偷拍的定義 譬如你說Google Map 就是Google Map 他拍那幅圖片的目的 他不是想突顯相片中的某一個人 然後他又達到其他某一些特定的功能 那所以Google Map 那種偷拍 新聞工作者那些 報導一些社會現象的 影響的行為 是不是都叫偷拍呢? 那這個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值得商學的地方 當然證方其實 你應該都要攻擊一下 到底反方這樣提出來的定義 到底是否合理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商學的 那然後去到第二個 我覺得爭拗的重點 反方其實是比較遲出 我覺得你可以做出一些 是會強很多 因為人家一直問你 那你怎麼規管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對吧? 就是偷拍這個 以性目的為偷拍的 這個行為是不合理的 那反方怎麼處理呢? 那我去到比較後 才聽到你們是 提出一個反建議 就是說其實性罪行就可以了 其實不是偷拍這個行為本身 而是他的目的本身有問題 那我們可不可以 立入一個性罪行的條例 去作出規管呢?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也強的 你自由進去問的時候 對面也不是很多回應 但是就好像比較遲才出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你說這個反建議可以 多說一些內容 那我怎麼透過不規管偷拍 而規管你所說的那個性罪行的 一個條例的立法 就可以達至 正方跟我所說的那些問題 可以解決到呢? 那我也會想聽多一點 你們那個法案的內容 那當然這個正方 都可以回應的 你們去到劫院有提過 英國其實都是將這個 偷拍 以性目的為偷拍的行為 納入這個性罪行的法令當中 那會不會其實 反方所說的所謂性罪行的規管 跟你們要規管偷拍 達至性目的這個規範模式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這是不是同一件事 如果是我就期望 你真的會回應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難的 即是你即場聽到 你要分辨到雙方方案的分辨 然後要說到 別人的方案其實就是 你的方案等等 那這個不容易 不過如果你再繼續 即是有機會再比賽 那雙方可以多些去聆聽一下 對方和你的分歧 那看看有沒有些東西 可以用到別人的東西 在自己的主線裡面去說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比較理想的一個地方 是的 那我的意見 意見大概到這裏 那接著交給辣德忠老師 每個集合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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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多謝大會邀請我來 做今場比賽的評判 那我過去這兩三年 都有做小學組的評判 我都見到小學的同學都 就是辯論的水平都相當高 那這件事真的 我都要向各位的老師去學習的一些 那講到今天我的辯題 我必須要講 今天這條辯題 我想對於 我想即使是對於中學生來說 都是難的 因為逢到一些立法的情況 其實背後會牽涉到很多 法律定義的問題 以及一些原則的問題 那些都未必一定是那麼容易去拿捏的 所以其實今天我也都見到 對賽的雙方都很努力地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以及去嘗試去畫自己的一個戰場 我們所謂 也都提出了一些論點 但是我仍然都有些質疑 就是 首先第一就是對於今天的辯題 雙方的那個取態 究竟你畫那個戰場是怎樣的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剛剛看到這條辯題的時候 其實我的想法 是跟今天雙方所打出來的那個 是對相反的 即是對於正方來說 就剛剛要縮責他去 只是講揮淫罪 但是其實 為什麼要正是 就是明明條辯題是講偷拍行為 其實現在社會上很多的偷拍行為 都是被規管的 所以你們先天上已經有很多法例 是現在已經在規管偷拍行為的 即是說 其實你已經有那個現況 是支持你的論點的 為什麼你要反而把它收集 在一個規淫的問題上呢 那這裡呢 我都開始聽的時候有些疑問 但是我同意剛才賴Sir所說 我覺得 正方主變 他在一個畫戰場的位置 我覺得是畫得很漂亮的 即是他很清楚地跟我們說 就是為什麼要集中在這個問題上呢 因為這個 就是因為早前的那個 就是司法科系的上訴 最後就是這個不成的 使用電腦不容得 所以現在有法律真康 所以要做這件事 那其他事情呢 反而就 就是已經現在有現行的一些制度 去處理的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討論那些事情 我覺得在這個畫戰場上面 我覺得畫得很好的 所以那裡 就是內容分上面 我都給得相當高分的 就是相對比較高分的 一個地方 但是 我就只是覺得 就是在一個定義上面 當然你應該去畫戰場 我想這個是雙方的同學和老師 你可以自己去 就著你自己的需要去畫的一個地方 但是從那邊題的理解 當然我不是一個法律專業的人士 但是其實就這條 辯題的理解上面 究竟這個偷拍行為和立法規管之間呢 我反而想多說一些在這個方面 就是 究竟我們首先 譬如說 什麼叫做立法規管呢 那其實立法規管上面 究竟是不是就是 所有東西都禁止了 就叫做立法規管呢 其實立法規管呢 是 說著 你不是不可以用 不過你是 在某一些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容許你去用 我舉一個例 譬如說 在學校 就裝一些的CCTV 一些米路電視 那我 我今年轉了校 那我在舊校的時候 就是他們討論 都是裝這些 閉路電視 在學校走廊 我不知道大家 學校是不是都有 那他們告訴我 就是告訴同學 就說 這些的閉路電視 是要來看一下 有些什麼 譬如說走廊 可能走走下 一個同學跌跌 或者又跟我打架 那我們都想知道 發生什麼事 或者晚上都拍著 看看會不會有產 又來偷東西 於是我就裝這些 閉路電視 好了 那這個閉路電視 是24小時開著的 它全部是錄影的 那這個是不是 一個偷拍的行為呢 那如果根據 就是今天的討論 似乎沒有怎樣碰的 那反方嘗試 都是碰了一些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甚至就說 那個家裡的 裝一個閉路電視 在家裡 看看那個工人 有沒有若疑 而他們覺得 這個東西 是不應該受到規管 因為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因為他說 我作為一個家長 我想看一下 那個工人 有沒有虐待我兒子 那很正常 所以我弄一個鏡頭 那也很正常 但是很正常 這個是我們的主觀想法 法例上 是否這樣說 我都說 我不是法律主義人士 所以如果我理解錯 如果在場有法律主義人士 可以指證 但是以我所知 你 就算在家裡裝一個閉路電視 只是看你的工人 有沒有做什麼 都是受法律規管的 你最低限度 你是要得到 你那個工人的同意 就正如在學校 我們老師的教員實 是不可以裝一個閉路電視 在那裡拍著我們教師 究竟有沒有偷懶 通常那個時候睡覺 是不行的 都是有法律規管的 如果用你的邏輯去說 那校長上知道 我們有沒有偷懶 都很正常 因為校長在校長室 我們在教員室 他看不到 我怎知道我出糧給你 你是不是只顧著睡覺 都很正常 但是如果我們跌到這個 純粹個人主觀情感的宣洩上 不要說宣洩 就是個人情感去決定 究竟是否要做一個 侵害別人私隱的行為 我想這件事就很危險了 而我覺得今天這條電題 其實所討論其中一個重點 應該是在這裏 就是那個界線的應該是怎樣 你現在說的這個偷懶行為 不論是虧人罪 還是其他偷懶行為 那我都說 雖然我覺得 政方如果比我 我未必會這樣選 不過 你這樣選 你自己是講虧人罪 我覺得是正常 你們是做得好的 也都是講到 理由為什麼你要這樣做的 但是既然是這樣的話 其實討論範圍 我覺得一個重點應該就是 在於 譬如剛才的評判也有提到 究竟那個法律規管的界線 究竟應該集在哪裏 譬如剛才賴Sir 用新聞專業的角度去看 究竟某一些行為 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叫做偷拍 而如果我們踩過了那條線 究竟是否去到侵犯個人私隱 而如果我們這條線是給得不夠 就好像現在的規任那樣 是不是保障不到市民的利益 那個討論的重點應該是這裏 我一開始我必須要講 就是這條問題 我自己覺得是 對於中學生來說 就算我們教通識 通識入面 我們都要講 香港的法治 如此類推 那究竟我們 就算去教中四中五的學生 我們跟他說這些 他們都很難才可以理解到中間的解線 何況你說 在小學的層面那裏 我想要他們理解 就更加困難 所以我真的要做一次 我想雙方的同學 都真的要做一次 多謝你們的老師或教練 他們要將這些 艱深的一些概念 將它簡化到 給各位同學 可以在台上 可以清楚地表達出來 我自己作為一個老師 我覺得是 非常非常之困難的一件事 只不過我想說的那件事就是 但是始終我們要回到那條辯題 那條辯題 我始終都覺得是比較深 但是 既然這條辯題這樣寫 我們怎樣去正確地理解那條辯題 而從而去講出來呢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那另外一點呢 我亦都想講就是 不過剛才阿賴Sir 就從這個新聞工作者的角度去講這件事 那我不敢扳龍虎 不過我也想 我想多說一點就是 其實 新聞工作人員 當然在街上去 周圍去採訪 去拍照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規管呢 其實也未必是的 正如剛才阿賴Sir也有個例子 就是說其實有新聞工作者 這個影完之後呢 就是佈置一個影完之後呢 是可以有被入罪的可能性的 那只不過很多時候呢 就是新聞工作者 他為了要保護他自己的消息來源啊 或者等等呢 所以很多時候他自己去甘願去承受那個刑責 而沒有去做到 即是沒有去 不是說他不受規管 而是他受規管之後 那個刑責 很多時候有記者 說新聞工作者自己吃了 所以這個我想特別 就是借著今天這條題目 既然講到這些問題 我也想大家都會看到 我們其實香港 或者全世界的新聞工作者 他們其實一個偉大的地方在這裏 也都不是說社會上面 我們好像沒有告到這些人 或者是怎樣去念 那個情況呢 是不是就是 於是就沒有規管 或者是甚麼呢 其實不是的 有時候有些現實的社會情況 不是我們表面看這麼簡單 而是他背後 可能還有很多人 在做很多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或者有很多社會上 在運行的一些原則 或者等等的東西在運行 那這些在討論一條辯題的時候 都可以就是 譬如我自己帶我自己的辯論隊 中四中的學生為主 那我都作為一個老師 除了說對辯論有興趣之外 都希望可以同學去理解 多一點點社會的運作 在背後究竟是怎樣 令到他們 即是在不論理通識科 或者公民教育科那裏 可以有多一點的得著 那我相信呢 就是 就是機區會 他們搞這個比賽 都是想做到這個目的 那我亦都 就是各位老師去帶各位同學 進行這部比賽的時候 都是有這一份的心的 我很肯定 那這個所以我都很多謝 就是各位老師 還有多謝機區會 還有多謝 就是台上連各位同學 那麼努力地去參與這個比賽 那我分享給你們 謝謝大家 現在將會邀請 就是說 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副主席兼秘書長 何富祥先生 致送紀念品 給我們今天的評判 首先是 好 接著有請是 賴楚賢老師 最後有請是 梁欣明先生 好 好 也有請在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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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將會到最緊張刺激的畫節 其實全場的比賽 大家都想看這個步伐 而就宣服比賽賽果 也最佳一辯論節 今天比賽便題為 港府應立法規管 偷法行為 正方學校為 香港培政小學 反方學校為 平食天主教小學 現在首先呢 宣布今場比賽的最佳辯論 今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是來自 反方 平食天主教小學的 第二副辯 吳智琦 今天賽果相當接近 現在呢 宣讀今天比賽賽果 今天的比賽賽果是 一比一 一票打和 所以我們將會是 以分數呢 去決定 哪一方勝出的 現在商會宣讀呢 今場比賽所得的分數 正方 香港培政小學 所得分數為 一千零一十三分 反方 平食天主教小學 所得分數為 一千零四十四分 因此由 反方平食天主教小學勝出 謝謝 謝謝 各位朋友 都結束了 現在麻煩有請 正反雙方和評判到台前 我們拍張談照的 多謝各位 比賽者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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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